风货膨胀很贵 够吃三餐吗? 不可以 你觉得肉骨茶是in our budget 的吗? 你去求它咯 因为它还可以给你吃便宜 只要我剩下五块钱 哈喽大家好 我是珊珊来自的珊珊 我相信呢 最近哦 大家的话题一定是围绕着 价钱 风货膨胀很贵 三四年前嘛 我在我大学时期 我就拍了一支影片 是关于十块钱 一天到底够不够用的 现在我们就位于吉仁波 我们现在就去问一问到底 十块够不够 Let's go 看你老婆吃牛鲤 还在变瘦 大啊 大啊 够吃三餐吗? 不可以 那一支影片呢是不成功 因为呢那时候是在 Tambillion 五年后呢 我们换了一个城市 就是古镜啦 你不要讲不够闲 一马人呢都说 Saba Sarawang的人啊都是住宿上的 东马云乌S 你在住宿上 今天这支影片呢就要给大家看看到底这里的东西便不便宜 你觉得10块够不够用呢 先生 一餐 一餐 一餐你就用10块钱了 那么功率 我们今天是一人10块 你OK吗 没有 你还没有开始挑战 你就讲不够了 那里 我们这支影片 还是要拍下去 这支影片我们就看 我们一人10块 到底可不可以生存下去了 我们现在就Let's go 现在就去吃早餐先 都没有钱了 还要吃早餐 呃 早餐是最重要的 哪里可以不要吃 10块吧 你早餐都5块了 你午餐晚餐 吃面包 这酷南鸡就渣渣的 第一次那么多话 影片还没有开始 你就讲不能不能不能 换给你了 你一碗购乳5块 你要吃三餐 已经15块了 除非你吃面包 我酸了 哎呀 每一次拍影片都要跟你吵架了啦 这样子我的期望很不好啦 是不是 我们就选择便宜了 喝碗餐 喝两碗 喝三碗米 不要喝饮料 我们喝白开水就好了 我们的挑战可以的 就是能 我已经没有了 人家都可以生存下去 为什么我们不能 你要讲能 能 我有钱还吃啊 我做完些儿童子 哈哈哈 嗨 先生 今天我在拍着一个企划 就是一天 10块到底够不够用 你觉得够不够够用呢 糟糕 舌头打劫了 哈哈哈 呃 不够 这样子你一天到底用几多钱 我用 25块 你也用很多啊 我今天要用10块了 这样也够多 哈哈哈 哈啰哈啰先生 什么东西 今天我要拍摄一个企划 就是 10块一天到底够不够用 你觉得一天够用啦 勉强可以啦 比如说会超出那么一点点 这样子你一天用几多钱呢 少到晚啦 应该15块放这里了 哦 晚餐吃家里的话就可以啦 哦 这个咧 这是哪里担包的 家里中的 水翁 好 呃 这样你也给我一个咯 这里拿 哦 哈哈 你也配了水翁 这语言拿我们去吃 不要吃早餐 所以你早上花费是零块啊 刚刚那位先生呢 他去做工了 他选择把餐费留在下午 本来呢我也不打算要吃早餐的 可是人老了 喂 不行 那我就一个人带大家去吃早餐 在古境呢 锅楼面是最便宜的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连锅楼面也吃不起 给大家看这个鱼头米粉是蛮好吃的 可是很贵 Anderin讲中了一碗面应该是吃不到 所以早餐的部分呢 我决定去7-11看看 去吃面包啦 这里的杯面的价格 其实比我们喜马的更贵 你看 这个每一面 一个就要3块2了 还有哦 在古境 面包的选择 其实很少罢了 只有像这种 快8千的 Crozzone 他们这里是没有 Gardini的面包的 哎呦 面包的选择也很少耶 不知道怎样办 哦 这里有快饭的Cupcakes 可是我早餐不想要吃 饼干 那最后我选择买牛奶了 Batch Lady是最便宜的 就把这个当早餐喝啦 糟糕 早餐我就用了2块8 买牛奶 这个先生他根本没有在care我的挑战 你要我饿肚子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样去准备一面这样东西的 刚刚 2块8 什么 还有1瓶牛奶 还有18块 谢谢咯我们 又来到的 所以你要我饿肚子了 我没有言你饿肚子了 吃不饱啊 他本来还要带我去有Aircon的地方吃 什么 所以我们去给你的同事吃 是素还是虚次 另外一个咧 是素咯 好咯 Let's go 我真的没有要挂点钱 你讲什么啊你刚刚讲了吗 我讲了那次还想去喝奶茶 喝你的屁喝奶茶 我只是花臭八十块 你可以不要这样任性吗 我只是花五十块 你这个 我没有花到五十块我败的 好咯 起来是两边吧 哈哈哈哈 这一档好像不太适合我 这一个就看起来还不错便宜 很好我就决定吃这个了 小姐姐还不相信我要一个菜 还好心多加给我 还吃了两块钱 那我的挑战可以成功了 一天 他的挑战变成一天要花五十块 你们这个只有钱 五块 你的呢 家里打包的 家里打包又不用钱 多收 我现在暂时花了四块八 所以我完成还有五块二 什么 这个是菜土 然后辣椒 他讲很辣 然后你可以饭吃 嗯 很下饭呢 以前老人家都是这样 可是是营养不良的 你知道就好 好吃吗 好吃 知道 你要吃 要 什么是 十块钱 这个三块钱 这个六块钱 九块了咯 这个硬性的脚 我还要教大家一个省钱的technic 就是呢 这位小姐她买了这个东西 就要七块钱了 好吃吗 前辈才卖一块钱而已 她买一只 好 这个人很好厮守我一口面 要是晚餐的时候咯 这位先生呢 他讲要去吃肉骨茶 你觉得肉骨茶是 in our budget 的吗 你去求他啦 不然他还可以给你吃便宜啊 这样我剩下五块钱 让我想想办 你还剩下一块钱呢先生 一块钱你想吃肉骨茶 是 难道我们的挑战和五年前一样 又失败吗 你根本就没有要成功的意思 鸡蛋糕啊 讲真的啦 现在我真的是非常肚子饿 刚刚的早晨跟午餐 都还不是很顶的 我怎么说顶啊 什么早晨喝牛奶 然后下午吃那个饭 跟那个什么 肉酥 不是肉酥 都没有肉啊 所以男生的话更多了 男生的话 所以男生的话更不能 所以男生的话更不能 麦D很贵啊 哎呀 我不想花五十块钱 大家真是超级失败 这位酷男哦 他竟然带我去吃一个很贵的地方 我们吃韩式炸鸡 韩国面 吃就对了不用省 做人家享受 不理了不理了 食物都已经来到嘴巴了 还不应该吃吗 炸鸡 然后还有配很多蒜 很好耶很好吃啊 葡萄也不能放过 还有饮头十真幸福 糟糕实在是太辛苦了 这样不是店铺 做吗 都是你啦 现在怪在我头上了 太腻的小孩子 怎么吃啊 我们再来吃多一个炸鸡啦 大脸可见得真快 这一餐很有满足感 比起早餐还有午餐 好 餐餐餐 刚刚呢 我们吃的那一餐呢 是三十块吧 白开水是没有算钱 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 Fill了 今天一整天呢 我们是消费了 四十四块六 这个人呢 还讲他不是很薄 是吧 总结来说呢 如果你们要省钱的话 一定要远离像这一种人 有花到前面 不是我的前面 哈哈 infinite 是 24 Left Pal 鸡 感谢观看